如果我们对神的国 还是只是一点点 你的信仰 好像你进去了一个 非常厉害的米其林餐厅 可是你点的菜 只有翻到第一页 凉拌木耳 花生 就是你去到那种餐厅 你去试试 小黄瓜 最丰富的都没吃到啦 所以神就说 哈啰 为什么要这样 我们要常觉得我们还要进步 我们很多做不好 因为什么时候我们停止进步 什么时候我们就完了 当我们觉得够好的时候 当我们听不进去意见的时候 当我们不够虚心的时候 天国就跟我们没关了 你要每一天宣告神的国 你要立起你的账目 宣告神的国 因为祂的旨意会行在地上 行在你的家 行在你的工厂 行在你的职场 行在你的学校 如同行在天上 拍手吧 荣耀归给主 从今年度呢 我们有一个全新系列的讲道 去年一整年呢 我们用了这个 胜过属灵征战的全副军装 所以今年开始呢 我开始了全新的系列 叫做天国的系列 好 那所以呢 只要今年是我讲道呢 我就会用这个系列的讲章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天国是什么 那这个系列怎么来的呢 是因为当耶稣 开始传讲信息的时候 其实耶稣最主要的信息 就是在讲天国 所以如果呢 上帝的百姓 能够清楚地知道 天国是什么 我们对天国有清楚地认识 我想我们对耶稣的心呢 我们就可以非常的明白 所以我想用这个 一整年啊 我们有系列的信息 从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到第七章 我们逐章逐卷地来查 这个系列 让我们对神的国 有一个很清楚地明白 然后呢 我们 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听 这个系列的时候呢 不要只是脑子听到 这个查经 明白这个字句 因为字句只会叫人死 字句里面 这个真正圣灵给我们里面 灵里面的意思 才能叫人活 好 所以当我们在听 这一系列的信息的时候 你要问你自己的心 祷告说 主啊 让我们听见 耶稣到底要我们明白什么 那这个才是最宝贵的 好 所以我就是 特别 我希望大家在今年度 不要错过这个系列的 每一篇到 我想要 每一次呢 透过这个 一节一节地跟大家来查 到底 耶稣在讲的天国是什么 那我们怎么样 明白神的国 我们才能够在 此生 好好的过我们的生活 那就此生无憾 那我们也认识我们 这个神 到底跟我们开启 祂的这个 天国的 这个法则 登山宝训 到底在教什么 那所以这个系列叫做 天国系列 所以跟你旁边说 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系列 来跟你旁边说 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系列 好 那 好 所以我们就来 这个 我们一起来 来读 好吧 我们一起来读 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节 请拜托 谢谢 马太福音第四章 好 十七节 我们大声地来读 好吧 马太福音第四章 十七节 包括分堂 所有的弟兄姐妹 我们大声地来读 神的话 预备 请 从那时候 耶稣就传起到来 说 天国尽了 你们应当悔改 耶稣呢 道成了肉身 离开了天上的宝座 原本是创造天地宇宙 万物的上帝 而他离开了天上的宝座 来到的世间 成为完全的人 活在了约瑟跟玛利亚的家里面 做了三十年 这个木匠的儿子 然后呢 进了诸般的义 那当他开始传道的时候 你看哦 他正开始传起道来 传什么道呢 传天国的道 所以他一传起道 他就说 天国尽了 你们应当悔改 所以 这是他的负担 他 这个 可以说他 这个忍耐了三十年 预备了三十年 所以 他 很有负担 一开始要传道 就是传天国的道 好 接下来你看哦 在马大福音四章 二十三节 继续讲 他说耶稣走遍了 加利利在各会堂里 教训人 教训人什么呢 传天国的福音 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 所以你就可以明白哦 在耶稣的心里面 他对传讲天国 是他整个这个服事当中 最有负担的一件事情 所以当我们接下来 这一系列的 这个系列信息呢 如果我们能够进到 不是这个字句里面 我们可以进到 耶稣的心里面 在想什么 那 我觉得我们整个 父亲 父亲 弟兄 姐妹 我们可以 与耶稣的心 可以连结 你可以明白 他道成肉身的目的 向我们开启的是什么 我们信耶稣 信耶稣 到底我们不是信一个宗教 我们是与基督的心连结 我们是跟他的深渊 与深渊响应 我们是来体会他 来到这个世间 向我们这一群罪人 展现出来 他心中最大的负担 他走进人群当中 他最想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 他最迫不及待 想要跟我们展现的是什么 就是想要告诉我们 天国是什么 那我现在就要讲 为什么 为什么他离开了天上的宝座 被天父拆到人间来 而且呢 进了朱班的义 在约瑟的家里面 三十年之后 传讲的信息 到了这个山上 然后呢 就坐下来 就想要传讲了这个天国的道 为什么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背景 我求主 也给我 这个 从他宝座来的智慧 让我可以讲得清楚 我们一起来祷告 父啊 我们来感谢你 就从今年开始 你把这个 这个系列的信息 放在孩子的心中 也放在复兴堂 特别各个分堂 所有的弟兄姐妹 主啊 我向你祈求 从你宝座来的话 像是一道江河 流进复兴堂的当中 主啊 让你的道 可以医治万民 主啊 求你的灵 现在求你高母孩子的口 高母孩子 让我讲得清楚 讲得明白 父啊 也求你 开我们的心 让我们 预备有个好土 让整个复兴堂有好土 领受你的道 好叫你的道 进到我们里面 可以结识 一百倍的果效 奉耶稣基督 得胜的名求 Amen 我来解释一下 当耶稣来到 那个时代的 情况 耶稣来到的那个时代 其实以色列百姓是这样子的 以色列这个国家 是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 怎么说呢 这个民族 其实是神的选民 大家都明白 他们一路以来 是神非常 蒙爱的选民 神一开始 就拣选这个民族 神爱他们 神 把他的 律例典章 也给这个民族 但这个民族呢 也特别的 这叫什么呢 特别的 因为他们 他们是神的选民 他们有神 格外的恩典 但这个选民很怪 就是呢 他们 有点像 富二代的那种心情 就得的恩典多 但是他们呢 就 就想要做怪 所以就不听话 我们最近在读十章 有没有 他们就 就 就 就想 就跟那些 整个迦南的文化呢 就妥协 所以呢 就不听神的命令 整个神要他们做A 他们就硬要做B 他们自己立王 自己想要做自己的 好 神在身上班十戒 他们在干嘛呢 他们在地上 建金牛犊 有没有 就说这个是 领你们出埃及 就是整个荒腔走板 好了 你看 整个以色列民族呢 就在 就在历史上 就整个荒腔走板到 被波斯 被亚述帝国呢 被整个周围的邻国 怎么样 攻击 灭国 到了这种地步 好 所以你看 他们是一个 被从神的选民 神所蒙爱的一群人 到最后 被外族外邦 侵略 虐待 然后呢 被掳 最后呢 侵权踏户到 到一种地步 整个国家都灭了 大家明白 好 耶稣来的那个年代是什么呢 正好 整个国家已经都灭了 没有这个以色列国了 变成什么 变成罗马帝国统治 所以你可以想象 耶稣来的时候呢 他们正好被一个 历史上最凶残暴力的 帝国在统治 罗马有多暴力呢 他们是可以把这些 犹太人丢在斗兽场 跟兽在那边斗 而且呢 他们是可以围观 然后呢 看他们在 跟野兽在那边被玩的 大家在那边拍拍手的 这样子的一个帝国 所以你看 在当时候 其实是最惨的一个年代 他们在整个被 罗马帝国统治底下 是整个被野兽斗 被压榨 被收税 这样子的一个年代 他们整个几经患难 几经波折 几经被掳 整个灭国 一路到被罗马帝国呢 整个统治底下 暴力 争税 苦不堪言 但是哦 居然 他们呢 到了一个地步 注意哦 到耶稣来的那 那段时间呢 正好西元 开始的那段时间 也是 他们呢 人总有一个习性 他们居然在最暴力的一个王朝底下 却呢 也习惯了 跟罗马帝国 也共存了 所以他们也沾染了 这个罗马人的那些习性 也跟他们荒厌 也跟他们醉酒 反正罗马人收我们税 我们也产生了一些税吏的这种职位 对不对 他收我们 我们也收我们自己人民 然后我们就 然后他们宴乐 我们也宴乐 他们干嘛 我们也干嘛 我们知不知道有弥赛亚会救我们 我们知道 但我们也不期待 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是以色列民 我们知道 但是我们也妥协了 我们知不知道有一天 神会裁判弥赛亚会来救我们 我们知道 但是 我们觉得现在也OK了 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大家好像有点 你们知道我在形容一个 耶稣来的那个年代 以色列百姓所处的那个思维 也就是说 耶稣来 想要告诉他的百姓 No 我的选民啊 你们 你们可以醒一醒吗 你们难道不知道 你们现在的这个国 不是你们的国吗 哈喽 难道你们不知道 你们现在这种生活 不应该满足吗 难道你们的荒咽醉酒 难道你们觉得OK的那种生活 你知道这不是我给你们的吗 我换个角度讲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你最近的生活如何 如果你的生活到目前为止 你感觉到感谢神 谢谢主 给台湾真的 幸福 平安 度日 也没有什么大灾大难 除了 这个 梳花有点贪方 这个 如果你感觉到 现在你还蛮好 我觉得这篇信息 这一系列 就是神正在瞧瞧我们 说 哈喽 耶稣走遍加利利 咬醒他们说 嘿 你还有一个 better life 更好的国 叫 天国 只有五个人 阿们 哈喽 我们还有 天国 其实耶稣来 就是要告诉他的百姓 千万不要满足于 现在你所经历 那当然 如果你现在经历的是低潮低谷 甚至如果我们 接下来 是会经历到一个 非常辛苦的年代 甚至 面对到饥荒战争 地震 频传的一个 一个年代 那更不用说 耶稣来告诉我们 我们有一个国 祂是我们的弥赛亚 我们有一个 永不震动的天国 相信了 再一次派掌 把荣耀归归去 我昨天举这个例子 今天这一堂的 弟兄姐妹应该更明白 你应该看过这个手机 有吧 昨天我一放 有很多年轻人说 看不懂这个是什么 我就说 没有过多少年 故宫应该会展览 这一台手机 他们没有看过这个 你应该有看过这个手机吧 那你知道当你在 在这个 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说 我最近在玩这个手机 很好玩 那你就心里想 这个手机不是很多年前了吗 对不对 这不是很多年前了吗 然后他就会跟你讲说 这个手机里面很好用 你说 这个不是黑白的吗 对不对 我们现在不是都是用触键了吗 这个手机还是暗的吗 我们现在的都是用滑的了吗 他就跟你讲说 我最近用这个手机 里面那个游戏好好玩 叫做贪食蛇 有玩过那个贪食蛇吗 有吗 有 他说那个游戏好好玩 好 你一定会觉得 那个游戏不是 以前我们玩到不想玩了吗 对不对 你知道 很多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感觉就是 我们好像在拿旧的手机 在炫耀 对不对 我们拿旧的手机在玩 觉得好厉害 好满足 耶稣走遍加利利的时候 他在旁边听到的人 在讲的话都是这样子 我跟你讲 最近 这个 那个 最近有一个韩剧 新出的 好好看 然后呢 你一定要去追那个韩剧 你赶快 赶快去下载那个韩剧 那个韩剧 我追到半夜 好好看 然后 然后旁边就 那我也要去追那个韩剧 耶稣就想说 这你就满足了吗 然后另外一边 他就听他那个聊天 我告诉你 那个什么东西 又出了一个新款的 这个手机 那个手机好厉害 然后耶稣就听 为什么那个东西 会让你那么满足 对耶稣来讲 你知道我们聊天的内容 对他来讲 他都觉得 哈喽 百姓们 为什么你们对 这个国 对此生 对你们现在所在意的东西 这么满足你的心 为什么你对这个东西 这么的 这么的迷恋 你知道在耶稣的心里面 他看过 更厉害的手机 这种感觉 有没有 他就觉得 你拿这个 你为什么要高兴 大家听得懂 意思吗 如果耶稣 体会过天国的美好 他就会 很不可思议 我们为什么 为着我们现在 所在意的那些 东西 我们迷恋着 如果我们对神的国 还是只是 一点点 我跟你讲你 你的信仰 好像你进去了一个 非常 厉害的米其利餐厅 可是你点的菜 只有翻到第一页 每次去都只点第一页 但我跟你讲 第一页都是 凉拌木耳 你懂我意思吗 花生 对吧 对吧 就是你去 到那种餐厅 你去食字 小黄瓜 就是那种 最丰富的 都没吃到 所以神就说 Hello 为什么要这样 所以耶稣 走遍了 各个地方 巴不得 告诉每一个人 我们还有一个国 而且 天国的道 才是 我们最大的满足 Amen Amen 所以今年 我巴不得 我们 整个教会 我们对天国 我们对神的国 有完整的认识 我会告诉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你明白天国的时候 你整个信仰会被整个打开 你会发现 你过去只是潜藏神 那你今年会 会竭力追求的认识神 你会发现 以前 你看万事 好像至宝 但今年过后 你会发现 万事都变成 3310 Amen吗 我给你看一段经文 马太福音12章28节 我们大声来念好吗 马太福音12章28节 大声来 预备 来 你知道当神的国 领到我们 是多么大有能力 连污鬼都会被赶出去 你发现 神的国领到我们的时候 你不会是那种 很惧怕的人 不会什么 什么东西 风吹吹动你都害怕 因为神的国 领到我们 污鬼是赶出去的 马太福音第10章 七到八节是这样说 他们随走随传 说天国尽的时候 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医治病人 而且死人会复活 长大麻疯的会得洁净 污鬼会被赶出去 因为你们白白的得来 也要白白的舍去 你会发现 医治会发生 复活会发生 当神的国 领到我们的时候 洁净会发生 赶鬼 神迹奇事 样样都会彰显在 我们神明当中 我要宣告 今年开始 亲爱弟兄姐妹 当我们父亲囊 对神的国 越来越了解的时候 你不需要牧者 你不需要小组长 只要你对神的国了解 你的家会有洁净 你的家会有医治的 你的家会 你只要在那里 宣告神的国 你的家会有神的同在 会有复活的事情发生的 会有洁净发生 会有医治发生的 相信了 拍手把荣耀归给主 神的国临近的 我要宣告 上帝的百姓 我们要对神的国 有完整的认识 我们不是来这里 做宗教的信徒而已 我们是 难怪 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 主导文是这样的说 他说 我们在 我们来念好不好 他说你们祷告 这样的说 这是不是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 他教我们的祷告 他教我们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完了之后他就说 我们一定要祷告说 愿你的国降临 为什么要愿你的国降临 因为当他的国临到你的家的时候 洁净会发生 复活会发生 什么复活 关系会复活 所有的那些 你想象不到的那些 你觉得 那些梦想死了 那些关系破坏了 那些订单都死了 那些 所有你 你觉得绝望的 神的国降临 通通都要复活 所以主说 我们祷告 就是这样祷告 为什么 神的国 大有能力的同在 我们千万要明白 耶稣来 就是在传讲 教导我们 对神的国的认识 我们不要活在一个 以为我们已经妥协 在罗马的文化里面 就这样过生活 罗马不是我们的国 我们是神的选民 我们不要以为 这就是我们的日子 No 那不是正常的 耶稣来 就是告诉他们 抓着他们 走遍 加利利 就是想要跟他们讲 No 醒一醒 我相信今天如果耶稣走在这里 他也会抓着你 拉着你的肩膀说 醒一醒 Hello 不要满足现状好吗 现在的日子 不是你的满足 醒一醒 罗马不是你的日子 你现在活在这个 罗马帝国的 这个统治里面 不是你的日子 你不要觉得这个疾病 是你的日常 不是神的国降临 一定会翻转的 你要宣告神的国 你要每一天宣告神的国 你要立起你的帐幕 宣告神的国 因为祂的旨意 会行在地上 行在你的家 行在你的工厂 行在你的职场 行在你的学校 如同行在天上 拍手把荣耀归给主 Amen 今年我们用一整年的时间 我们来从马太福音 第五章到第七章 我们来认识神的国 我们来拥抱神的国 我们来宣告神的国 如果神的百姓 不认识神的国 到底谁要认识祂的国 天国是什么 来我们来抄起来 天国到底是什么 我希望你们有抄笔记的习惯 天国在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 路加福音 它又称为上帝的国 或者是神的国 希腊文翻译成 Kingship of God 也就是神的王权 Kingship of God 神的王权 上帝的国 神的王权 简单来说 就是这个黄色的字体 叫做 你要容让神的主权 在你生命当中掌权 好 Kingship of God 就是你要愿意 完全让神的主权 在你生命当中掌权 好 请你记起来 神的国是什么呢 就是你要愿意 容让上帝的主权 在你生命当中掌权 神的国就会在那里降临 Amen 所以什么时候 你愿意让神的国 在你的家里面掌权 那神的主权 就会在你的家里面 什么时候 你让神的王权 在你的舌头 说话的时候掌权 那我告诉你 神的国就在你 你生命当中掌权 Amen 什么时候 让神在你的公司 帐本上掌权 那神的国 就在你公司掌权 Amen 好小声 对吧 就是 神的国的意思就是 你要容让神 完全能够 祂可以发挥祂的 Kingship 在那个地方 那神的国就降临 因为那是祂的主权 所以英文叫做什么呢 英文叫Kindon Kindon就是这两个字的结合 也就是君王再加上统治 所以这两个字加起来呢 就是能够让君王行使 他的能力 权柄 祝福和爱的地方 所以什么时候 让这个君王 能够行使 他的能力 权柄 祝福和爱 和荣耀的地方 他就能够彰显 他的国临到我们当中 这就是我们的宣告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宣告上帝的国 能够大有能力的 临到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职场 我们的学校 我们的人际关系 我们的夫妻关系 让他的能力 权柄 祝福爱和荣耀 可以掌权在我们的 每一层关系里面 让他掌权 我们不该说的话 不要说 我们不该做的事 不要说让他可以掌权 这就是让神的国 可以大大的降临 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 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把我们带到 他的国度里面 哥罗西书这样子说 他说 他救了我们 让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 我们相信耶稣那一天 是要把我们 迁到他的国里面 有没有看到这个 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 所以在他的爱子里 得蒙救赎 过犯得以赦免 所以十字架 只是一个开始 开始做什么 把我们牵户口 牵到他的户籍里 让我们得到一本新的护照 我们是神国度里面的人 所以写下来第一个重点 我们有一本新的护照 你跟我 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 我们都是天国的子民 阿们 跟你旁边说一次这句话 我们都是天国的子民 来 我们都是天国的子民 好 我们都是天国的子民 帮我记一下好不好 Alan 我们做一本 这个护照好了 下次我讲到 就每个人发一本 好不好 这样好不好 这样有一个意义 我们都是天国的子民 哥罗西书 第一章十三到十四节 我们再念一次好不好 哥罗西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 大声宣告 来 他救了我们 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里 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 个人的救主之后 代表呢 我们就进到 他的这个主权的里面 进到他的国 因为我们 我们有一本护照 所以他变成我们的国王 所以我们进入他的国度里面 照着他这个国家的法律来走 对吧 好 所以我们 我们虽然身处在这个世界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 我们是 我们是他的国民 好 我们是他的国民 所以我们呢 我们 我们里面我们就知道 我们就是 我们就是 照着他的法则来走 好 我举个例子 有些人 有些人他 他 他可能都住在美国了 对不对 然后呢 从小也都在那边生活 但是你知道 他可能讲话 这个中国字都不太会写 可是你知道到一月底 我们过农历年的时候 他们在美国生活 农历年的时候 除夕夜 晚上 美国的华人 也都要围炉 吃除夕夜的 这个农历年的 这个叫什么 团圆饭 对不对 家家户户呢 这个都要包红包 好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华人 对不对 然后那些孩子呢 他们都可能 中文都不太会讲了 但是那些长辈 还是说 来 跟爷爷说 恭喜发展 他们就 恭喜发展 有没有 对不对 然后爷爷奶奶就发红包 谢谢爷爷 有没有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华人 你永远不要 你就算住在美国 你也不能忘记 我们是华人 阿妹吗 我们就算 身处在这个世界 你也不要忘记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阿妹吧 我们最近图十章 那个摩西 为什么他可以完成 带以色列人 出埃及过红海 他从小 被法老的女儿养大 他整个画的这些 说不定连刺青 都变成埃及人了 他整个长相 都是埃及人 他就算在那边 过个几十年 他说不定都 葬在金字塔里了 可是我告诉你 他就是知道 他就是希伯来人 他没有忘记 他是希伯来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骨子里 就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身处在 像那群罗马帝国 统治底下 他们 罗马人荒咽 罗马人醉酒 罗马人做那些事情 但我们就不做 因为我们是 天国的子民 耶稣来 就是要告诉我们 这件事情 天国是属于我们的 我们有另外一本护照 我们有一个属天的国 我们不属于 这群世界的 耶稣迫不及待 告诉我们 我们生命当中 有很多很多的事情 跟这个世界 是不一样的 阿妹吗 我去年底不是 去了一趟美国服侍吗 那服侍 其实整个行程都很满 但最后一天 当我要上飞机前 最后有一个空档 他们就带我去市区 因为我从来没有 去过市区去逛 所以他们就带我去市区逛 好 那就是很短暂时间 所以去市区 就是下车去拍照 然后拍照 所以我就下车拍照 那只有拍照 那天气又冷 好 然后所以呢 我就把包包放在车上 然后我就下车 那那个带我去的童工 看我包包放在车上 他就说不可以 牧师等一下 然后就叫我 很严厉哦 牧师不可以 拿包包下车 我被他吓到 他就说 怎么怎么 这么紧张 我说为什么 我们只是下车照相 放个包包 说不行 他说 美国治安很不好 那我心里想 美国治安很不好 那哪里治安会好 因为我以为美国治安很好 这样子 他说没有 你赶快拿包包 然后赶快锁车门 那我就赶快 被他弄得很紧张 我赶快被他包包 他就一边走路 还一边跟我讲 我不知道有没有误会 我希望有没有误会 他就跟我解释 他说他那个州 还是他那个地区 他说居然 有个法令 是说 你如果被偷 一千美金以下 你去报案 警察是不受理的 一千美金 三万台币 警察是不受理的 也就是白白偷了 我心里想 哇 我偷个十台车 我就赚 女儿的学费 对 我女儿就可以 出国留学了 所以他那边地区 我真的 我后来去看 地上的那个 都是车子被砸的 那个玻璃 就他们就 很容易那个砸玻璃 然后偷钱包 那我问你 我可以偷吗 不能 我虽然 他那个当地的法律 是你可以偷钱包 反正一千美金 他不会罚你 可我也有 我国家的法律吧 是不是这样 我们是天国 天国的子民 阿们 这个地上 他们的价值观如何 我们不知道 但我们是一群 天国的子民 你所有做 每件事情的时候 马太福音跟我们讲 你要想的优先顺序 第六章 三十三节说 想的优先顺序是 先想神的国 和神的义 他说 你们要先求 神的国和神的义 一直就说 你想事情的优先 先想到他的国 你想每一件事情的时候 不要只想你自己 不要想这个地上的那些 你要先想 因为你是天国的子民 你先想 那神的国怎么运行的法则 那你就 这些东西 会加给你们 阿们 这才是蒙福的秘诀 你先想偷 先想抢 我告诉你 那你就不会蒙福 可是你如果先想 是神国的法则 我告诉你 你一辈子就是蒙福 跟恨通 所以第一个 永远记得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跟旁边说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第二个 天国的子民是什么呢 是我们是有福的人 我们是有福的人 我们是有福的人 为什么我们说 我们是有福的人 马太福音 第五章一开始 耶稣的第一篇道 就是在讲这个 我们请同工帮我们念 我们来看好不好 第五章 一到十二节 请同工 很兴奋的一点来念 刚刚他好像刚起床一点 兴奋一点 好不好来 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 就上了山 既已坐下 门徒到他跟前来 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 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哀痛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连续人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蒙连续 清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为异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 逼迫你们 捏造各样谎话 毁谤你们 你们就有福了 应当欢喜快乐 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在你们以前的先知 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耶稣的第一篇道 跟他们传讲天国 而且整篇信息都在讲一件事情 是什么呢 有福的人 有没有看到 所以你看我们大过年 就应该要传讲这样的信息 因为属神天国的人 都是有福的人 神在想的 神在想的 跟我们想的 就是 我 我常常在讲 耶稣在想的就是 怎么样让祂的子民成为有福的人 阿们吧 有很多的 有很多的牧者都在 我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他在想 常常就在想说 基督徒你们千万不能想 成为一个蒙福的人 你们要想 耶稣 就是要 让我们成为一个苦哈哈的人 没有吧 我觉得 神在想的是要我们成为有福的人吧 对吧 你看 创世纪 从一开始 神就是一个赐福给我们的神 对不对 神从一开始 整个创造的思维 就是想要赐福给我们 你千万不要扭曲神的意念 神就是想要苦难神血 就是想要苦害祂的百姓 没有这样子 其实神的意念是良善的父亲 他所有从创造的思维 就是他的想法里面 对我们都是良善的意念 但问题是什么 你们也不要扭曲我的话 问题是 问题是我们这一群有罪的百姓 以色列百姓我刚刚讲 他们任意妄为 我们最近读民俗纪 但是我们会进到世事纪 进到这个列王 他们任意妄为 他们自己立王 他们自己当王 他们把神的命令放在一边 他们与迦南地的文化妥协 他们不把神的命令 这些点章放在优先 所以他们就一步一步 偏离行耶和华 看为恶的事情 所以神本来想要赐福他们 一开始神就要赐福 所以你看从创世纪 一路神想要赐福给我们 但是你去看圣经 一路以来神要赐福 到旧约结束的时候 马拉基书的最后一章 最后一节 你去看结束在什么呢 结束在咒诅 很明显 创世纪开始是赐福 但是旧约的结束 居然是用咒诅当结束 就表示 他的选民跟百姓 自己选择这样的道路的 所以当耶稣一来 他 我一开始就讲 我们重新回到耶稣的心 他一来 就向他百姓说 天国尽了 嘿 百姓 天国尽了 天国是什么 天国就是一群神的百姓 要成为一群蒙福的百姓 阿们 是一群有福的人 有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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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一群因着神 回到他的国度里 成为有福的人 阿们 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 哈利路亚 所以当我们成为蒙福的人 我们一路到 他的国度里面 你看到启示录 到启示录的最后的最后 他还是说 愿恩惠平安 长与众圣徒 有没有 启示录最后的最后 还是用祝福结束 所以你看神的心 就是想要祝福他的百姓 神想要赐福给他百姓 成为有福的人 这就是神 这就是天国 这就是神的国 神的国是让他的百姓 从咒诅进入到祝福的 诗篇33篇12节 我们大声的来宣告 有福的人是什么呢 33篇12节 大声哦 预备 来 以耶和华为神的 那国是有福的 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 那名是有福的 这个经文太宝贵了 在古希腊文跟罗马的文献里面 他说 那国是有福的 指的就是一群幸福的人 所以其实 以耶和华为神的 我们这一群人 就是幸福的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当我们了解 天国是什么 就是一群拥有 以神为神的那一群百姓 进入到神国 所以这一系列 当我们认识神的国 认识神国里面生活的法则 其实我们是一群 最幸福的人 几年前我听到一首 天运的诗歌 非常的美好 它就叫做 有福的人 他那诗歌里面 歌词非常简单 他说人生有什么福 能够长久呢 最大的福 就是耶稣基督 我来唱一次 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 来学这个歌好不好 我们来唱这个歌 人生一切 能像地府 那样保留得住 人生一切 能像地府 那样能带走 那样能带走 我愿意 我愿给你最好礼物 就是主基督 生过你人生一切 最深的羡慕 你能给我最好礼物 是信主基督 跟随他脚步 永远有福 我最深的喜悦 和欢呼 生命当中最大的福 就是认识耶稣基督 没有任何一个福 可以带到永恒 让我们今年一起来 认识天国 好好的进入神的国 让天国可以成为我们 这一生最大的祝福 我们一起来唱好不好 人生一切 坐着唱 坐着唱 一切 能像地府 那样保留得住 人生一切 能像地府 那样不虚空 人生一切 能像地府 那样能够满足 人生一切 能像地府 那样能带走 我愿给你最好礼物 我愿给你最好礼物 就是主基督 我愿给你最好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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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给我最好礼物 是信主基督 跟随他脚步 永远有福 我最深的喜悦和欢呼 生命当中最大的福就是认识耶稣 跟宝贝说生命中最大的福就是认识耶稣 最大的福就是认识耶稣 最后一个重点 我们讲完就一起祷告 而这整个天国到底谁能得到呢 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 虚心的人有福 马太福音第五章三节 天国的登山宝训 第一个就告诉我们 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虚心是什么呢 虚心的意思就是 邻里贫穷的意思 在古典希腊文 其实就是乞丐的意思 那为什么是乞丐的意思呢 现代中文一本翻译 翻出来是说 承认自己灵性贫乏的人 才是有福的人 承认自己灵性贫乏的人 才是有福的人 为什么贫穷的人 才能成为有福呢 我们大家都有这个经验 就是只有肚子饿的时候 什么东西才会好吃 对吗 如果今天你中午已经吃过一场 buffet自助餐了 我晚上带你再去吃 更高级的餐厅 那个都不会再高级了 因为你已经饱了 对吧 你已经很饱的时候 那些再高级的都是浪费 如果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都是饱的 我们都没有需要 我们灵性没有贫乏的那种感觉 你坐在这里 只不过只是听了一场道 觉得有道理而已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乞丐 我跟你讲 掉在地上的一个钱币 你都觉得那就是你一餐饭 你要 你幸福到现在 如果你没有这种感觉 我跟你讲 天国离我们很远 可是今年开始 如果你说神 我就是要 我想要 我想要变成那种 饿很久的 我可能要把我自己 掏空一样 我想要变成一个很虚心的 我什么都想要 那天国就是你 阿们 我当兵的时候是在嘉义中坑 是一个很偏僻的乡校 我不知道为什么台北人 会抽到这么南部的一个 新训中心 我那时候当兵 那个新训 一个多月直接瘦八公斤 很辛苦 那我的爸爸是军人退伍 所以我那时候当兵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 那个国防部的那些长官 都是我爸同学 所以我在那边新训的时候 一边操枪我都梦想 我爸会帮我打电话 给他的同学 然后就有黑头车开进来 那些星鞍梅花 就开进来 就说刘子俊 不要再练了 出来 跟我一起享受美好的宴席 我都幻想 幻想我爸打了这张电话 我就再也没有 然后真的就是幻想 我爸都没打 因为我爸是那种 公正不阿的人 所以你知道我就每天都 所以你知道我们那时候 就是那种插卡式的那种电话 都要去排队 所以排队打电话 给家里面都在哭嘛 就很想家 很累啊 每天就很累 很想家 所以我接到电话 我就 我说爸 爸你有帮我吗 这样 我爸就说孩子 我有帮你 我天天帮你祷告 你们拍什么时候 你有看到我白眼吗 我就说 我爸没事了 谢谢 我就当兵很辛苦 好 好不容易一个放假 那家义嘛 好不容易放假 好 这个大家不要误会 我们现在有直播 我会好好讲 我没有在表达什么 我们 好 我就 你知道我们在 父亲堂惯了 我们有这个敬拜团 可是 我们放假嘛 在家义 所以我就随便去个教会 我不要误会 每个教会都很好 只是 好好讲话 对 好好讲话 我就去了一个教会 他们也没有敬拜团 他们就是那个打开歌本的那种 好 可是因为我一个多月没有放假了 很想聚会 所以他们是打开歌本 谈那个诗情 那种 可是我告诉你 他们就这样子唱 连快歌我都会哭 为什么 因为你的心里面是很渴望的 对吧 你如果没有渴 你如果没有 灵里面有那个需要 我们真的离神的国很远 西文第四世纪有一个 著名的拉丁教父 叫做安波罗修 他说 虚心排在八福的第一位 他不但是次序上的第一位 还有其他的七个 剩下的七个福 另外的七个福 都由他而生 意思是什么 意思就是说 没有虚心 你也别想得到另外七福 如果我们没有这一颗 灵性 可目的这颗心 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乐 因为天国是他们 如果我们来到这里 只是想听一个道 就是 我有来 告诉你在这里 信主十年八年 你只会 你只会头脑变大 屁股变大 没有其他变大 真的 除非你在这里说 神 我想要认识你更多 我可 亲爱的姐妹 这一系列信息 天国就是我们的 启示录有一间教会 被骂翻了 这间教会 在启示录第三章十四节 叫老底家的教会 他为什么被骂 你看 他说 你也不冷也不乐 我巴不得 把你从我的口中吐出来 神说我要把这个教会 从口中吐出来 是教会被吐出来 不是非基督徒 所以今天你听 这个信息 也不用传给那些 非基督徒 这个传给教会的 基督徒 基督徒被吐出来 为什么呢 这间教会 居然自己说 我是富足的 我已经发了财 一样都不缺 居然有人这样讲 神说 你却不知道 你才是那个 最困苦 最可怜的 最贫穷 最瞎眼 赤身 你知道赤身 不是生鱼片 你明白的 有很多的时候 我们都以为 我们够了 对吗 我们懂了 我前一次还在跟我们一个弟兄讲 你们不要误会 我们只是在聊天 最近很多风波的 你们不要误会 我在讲你们 我在讲我自己 你知道最可怕的 就是公司里面那种 刚过三四十岁的那种小主管 自以为懂很多的 最可怕 三四十岁的小主管 最可怕 因为你都不进步 你下面的人都上不来 你自以为你懂 我没有在说你 尤其直播上的 我没有在说你 我在说我自己 我自己也四十岁 我常跟父亲堂 弟兄姐妹 那个全职同工讲 我们千万不要觉得 父亲堂有什么好 我们要常觉得 我们还要进步 我们很多做不好 因为什么时候 我们停止进步 什么时候 我们就完了 什么时候 我们觉得 我们够好了 我们就惨了 真的 当我们觉得够好的时候 当我们听不进去意见的时候 当我们不够虚心的时候 天国就跟我们没关了 哲学家苏格拉底说什么呢 他说真正的智慧 就是知道自己一无所知 那才叫智慧 弟兄姐妹 我们停止成长 就完了 这系列的信息 我祷告主 让我们整个教会 都说神啊 我以前风文有你 但如今 亲眼见你 说主啊 我以前menu 只翻开第一页 我只吃过小菜 但我们今年一片一片 去认识上帝好吗 让我们越次越觉得 原来主的恩典那么丰富 原来神的国这么伟大 我以前认识的这么少 主啊 我要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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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加福音说 贫穷的人有福了 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 马德福音刚刚我们说 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法利赛人问 神的国几时来呢 耶稣回答说 神的国来不是眼所能见的 人也不能说 神的国在这里 或者是看哪在那里 没有人可以说在哪里 因为什么呢 因为神的国 就在你们心里 我祷告这篇信息 神的国 就在我们每个 弟兄姐妹的心里面 今年一整年 让我们进入到神的国里面 他神国里面的一切荣耀 丰盛 医治 洁净 复活的大能 要进入到我们的里面 我要宣告 你的家要有神的国 你的家要完全的 让上帝的国 上帝的主权 能够在我们家彰显 奉主的名 祝福福音堂 每个弟兄姐妹 让上帝的旨意 行在你的家 如同行在天上 拍手把荣耀归给主 好不好 大大的拍掌 欢呼好不好 欢呼 从位上站起来 从位上站起来 你呼召我跟踪 而我将你解放在你手中 唯有你是我所求 祝你过渡掌 在我心中间 你到永远 先告诉我 耶稣我生命属于你 耶稣我心 我愿用一切换你所有 你大的运行 祝你天上多度降临 卸上我心 我愿为这花 照亮虚空 来 为你的家 为我们的国家 为你为了每一个 每一个家人 是个新的一年 神的佛要造型 祝你生命 降下你无心 卸上我心 我愿用一切 还你所有 你大的运行 祝你天上多度降临 风筝的名宣告 今年上帝的国 今年上帝的国要彰显在你的生命当中 弟兄姐妹 我愿为春晚 我愿为春晚 照亮虚空 改变我们的世界 改变我们的世界 将下你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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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你 高举双手 开身祷告 开身祷告 你说你 世都能 我要更加地来认识你的国 宣告你的国 愿你的国乔領 愿你的职位 行在地上如同 行在天上 夸aurin在我的生命中 让我更认识你 前辈的认识你 所要让我们时常都看一下 钱身 told 也是花生的 刚说道 如何 我以前以此为满足 但是我要更多 不所愿意 你ossible 主要我們可惡 我想要進入妳的國 主要讓我能夠放下妳的國 讓我們要進入 讓我們生命當中 主要讓我認識妳更多 優姐妹更可慕好不好 在生命當中 我們要進入 讓我們能夠放下我們的生命 讓我們能夠學習如何順序 主要讓我們能夠學會 學會如何順序 教師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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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心的父 写上一切 还你所有 神灵点燃我心 写上我心 我愿用一切 还你所有 来为你的家 为你新的一年宣告 你大能运行 祝你天上博独降临 写上我心 我愿为这光 照亮虚空 改变我们的世界 将下你胜利 将下你复兴 我们一起用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 是这样说的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遵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你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一切是汗 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拍手的荣耀归给祂 宋再归给祂 阿们 荣耀归给祂 我要祝福每个弟兄姐妹新的一年 让神的果果生在我们的心里面 在你的家庭当中 因着我们虚心 因着我们更谦卑 因着我们要主更多 上帝的国会与你同在 阿们 哈喽 大家 我是子俊牧师 我要在这里非常非常感谢 所有在对我们指示俊乐点 每一个弟兄姐妹你们的支持 你们的订阅 你们的按赞 你们的分享 还有你们每一次观看我们的信息 都对这个频道 非常非常大的鼓励 现在我要在这里跟大家正式的 而且非常兴奋的跟大家宣布 我们要开始专属会员的频道 专属会员的频道 是能够提供给大家全新的计划 有关于子俊牧师来聊聊 还有一些我的生活直播 还有跟孩子一些谈到教养的那些 直播的这些影片 都会在专属会员频道上面 其实我们也希望呢 每个月透过一杯饮料前 然后盼望大家可以更多支持我们的频道 制作更多好的信息 好的影片来分享给大家 所以非常的欢迎大家 能够加入紫世俊乐点的会员专属 接下来还有会员专属的贴图跟投贴 能够陆续的推播给大家 非常高兴能够向你介绍 紫世俊乐点的会员专属 欢迎大家一起加入 上帝祝福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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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